六三社区发展协会每周都会办理聚会共餐 为了让社区中的长辈能在外出联谊用餐的日子里 也动一动手脚促进健康 六三社区就开启了延缓失能的课程计划 而最近课程运用到长辈外出常常使用的剑肘杖作为辅具 训练长辈的手脚肌肉也协助长者是预防跌倒 金山区六三社区发展协会每周都会办理聚会共餐 而为了让长辈外出用餐联谊也可以动一动促进健康 今年的延缓失能课程再度开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教练就带来剑肘杖的运动训练长辈的手脚肌肉 也协助长辈来预防跌倒 今年度我们延缓失能相互长照的课程分参级 那我们第一期从三个月份 三 四 五 第二期 六 七 八 第三期 九 十 十一 你看老师都以不同像第一期我们新用剑肘 你也知道老人家现在走路都有摇摇晃晃 用辅助帐来辅助老师那种变化无穷 六三社区延缓失能的课程 今年第一期课程从三月份开始直到五月份 而第一期的课程进入尾声 教练除了使用剑肘杖带着长辈稳稳的走路 更加也加入了变化的动作 让长辈们可以使用剑肘杖更顺手 边走也可以边运动 剑肘杖像我们一般走路的话 一般长辈走路都相对有那种脚抬不高的问题 那我们就用剑肘杖来代替 可以增加它的困境性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让它困抬得比较高 预防跌倒发生的风险 也可以训练到我们这个大折的力量 六三社区每周都会安排不同的课程内容 从伸展筋骨 体肩运动到使用多元辅具 来预防跌倒与失能老化等等 就是希望长辈们能够多方尝试 不只是训练到大小肌肉 更加也透过多元辅具来练练反应 让长辈的肢体肌肉不退化 反应也跟着敏捷不退化 这家品牌精神